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请坐 请坐 请大家跟我一起归于三宝 阿舍里春年 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明春 归于佛陀 念祖众寸 归于大母 礼于众寸 归于生气 祝众众寸 阿舍里春年 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明春 归于佛陀 念祖众寸 归于大母 礼于众寸 归于生气 祝众众寸 阿舍里春年 阿舍里春年 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明春 归于佛陀 念祖众寸 归于大母 礼于众寸 归于生气 祝众众寸 《情看大经扩著》 第362页 第一行 这是《情法》 《运营为宣殊》 就这一句 阿难 盼望着福 为大家说明 为什么今天 放这种无比殊胜奇特的光 那阿难尊者过去 从来未见过 那希望师尊 为我们说明 那 古 情福 宣殊 底下这一句 《赞情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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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在里面分三小段 第一小段 《佛赞问一》 赞叹阿难尊者 这一问 就问出这一步 《无量受信》 《赞情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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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后面这三小段,我们会读到,真是所以,啊,说明。 请看黄年族老巨师的主节,右端,为本师答问之语,释迦牟尼佛回答阿南尊哲的所问。 首先是赞叹,善才,善是好的意思,啊,善才,善才,意思是你问得太好了。 啊,十余因缘成熟了,才有人问出这个问题,啊,什么成熟呢?成佛技术。 如果,愚会大众里面,没有成佛技术的人,佛不熟。 为什么?说的没用处。 有一个,机缘成熟的,佛一定要熟。 为什么? 佛是门中,不熟一人。 那,一个人,佛要为他说法。 他能听懂,他能得度,他能称佛。 其他人,旁听而已。 也就是说明,这一次法会当中,肯定有一些人,不止一个。 那,有一些人,语言成熟了。 下面,念了,音之多论的书,画书。 善才,善才,再研制着习之之一。 是存,赞叹阿南尊哲的奇迹。 无比的欢喜爱。 非常欢喜爱。 为什么?语言成熟了。 这个语言不是普通的语言。 变法界学空间。 跟熟的众生,一接触到,这一身,圆满臣佛了。 什么是跟熟众生? 弥陀经上说得好。 不可以少,不可以少,善根,复得应远,得身,别过。 远就说得这个。 在会大众当中,有善根成熟的。 复得成熟的,应远成熟的。 那,应远是佛说经,也就是说,他有善根,有福德。 佛就要把应远,贡献给有善根,有福德的人。 他们听了之后,就能依教奉行。 那,刑法非常简单。 第二十四篇所说的。 发菩提心,一向转捏。 就成功了。 无量寿经上讲了八个字。 偶一大使,在弥陀经药节里头,讲了四个字。 信、愿、痴迷。 幸运就是菩提心。 痴迷就是一向转连。 你看,四个字。 这一生。 决定的僧净土。 僧净土就等于成佛了。 所以叫成佛技术。 成佛的根基数了。 佛当然要说这部剧。 介绍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欢喜到基础啊。 神灾,神灾,神灾啊。 静隐私。 随朝的会员法师。 他说,阿难所问。 第一个,成佛。 第二个,当法。 第三个,获释。 正好在这个时候,他来签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他。 你问得太好了。 日本的法师。 正佛里面说,所问,趁可佛辛苦。 阿难今天所问的, 常佛崩坏。 佛的心,希望一切众生,快快臣佛。 越早,佛越欢喜。 这是佛的心啊。 希望你早一天脱离苦海。 这个世界是苦海,苦海无边。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门门都是 臣佛的法门。 但是,那一些都要断烦恼。 要破无名,才能拯救。 时间很长啊。 啊,这个法门。 只要居足身跟佛的, 一身, 决定成就。 法华经上, 说到, 龙女八岁臣佛。 我们在去年, 听到一个信息, 这早几年了, 一个小女孩, 十岁, 念佛三年往生。 那,这个小女孩很快。 父母念佛, 早晨都念阿弥陀琴, 七岁的这时候, 听爸爸念经, 问爸爸, 你念的什么? 都念的阿弥陀琴。 什么叫阿弥陀琴? 爸爸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 讲给他听。 他听得非常欢喜。 他也想去, 爸爸说, 你也真想去。 他求的爸爸带他去, 他爸爸说, 我不行, 阿弥陀佛可以带你去。 那怎么样找阿弥陀佛, 天天念他。 他就开始念佛, 十岁, 念了三年。 往生前给他爸爸说,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他要到极乐世界去。 告诉他日期, 到了一天, 朕走了, 没有生病啊, 一切正常啊, 说走就走了, 小孩不会骗人的。 语言成熟, 男女老手, 过行过夜, 闲逾不朽, 遇到了, 只要肯信, 真正发愿, 求神监督。 这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就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 一直念下去, 它就成功了。 我们在去年, 印制法斯来访问, 带给我们信息, 他的师父, 海鲜老皇上, 一百一十二岁, 往事了。 老皇上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二十岁出家, 师父就教他一句话, 南无阿弥陀佛, 一直念下去。 海鲜老皇上, 老实, 听话, 正感。 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九十二年, 往事了, 自在往事了。 那我们从《勇士集》里头看到, 这个小庙, 确实是很不起眼的小庙, 没有人去的小庙。 海鲜老皇上的四弟, 海鲜老皇上, 八十二岁往事, 欲知失智, 留下了精神, 全身实力。 鲜公老皇上的老母亲, 八十六岁往事, 说走就走。 让一般人都感到意外, 他欲知失智。 往生前, 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 跟着儿女一起, 吃完之后, 双腿一盘, 坐在椅子上, 告诉大家, 我走了, 真的就走了。 大海鲜老皇上往事, 万年表法, 这是阿弥陀佛祝福他的, 叫他, 做一个修复的好朋友, 叫他做出念佛往生的好朋友。 他都做到了, 他的表法, 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 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 一点都不假了, 他不会骗我们的。 阿弥陀佛, 赞叹他, 告诉他, 你修行修得不错, 修得很好。 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朋友。 最后的表法, 是遇到了一本书, 洪灵法是变的, 若要佛发心, 唯有圣战神。 遇到这部书, 无比的欢喜, 马上穿袍大衣, 叫人给他找兴, 这是最后的表法, 证明, 这部书上所说的都是真的, 都是假的。 这本书, 内容是什么呢? 说明, 夏连居老居寺, 无量寿经, 汇集本是真见的, 不是假的。 第二章事情是证明, 黄念族老居寺, 大经济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现在学习着证明。 第三个证明, 我们这十几年, 学习这股经, 学习这部诸解, 依照这个修行, 没有错误。 为我们做证明。 向照了第三天, 他就走了, 做得自在, 做得潇洒, 晚上走的。 白天还做了一天工, 你看看, 从早到晚, 在菜园里面, 整地, 除草, 浇水, 干了一整天, 晚上走路。 这是为我们做正转的。 无量寿经所说的点点滴滴, 他全做得好了。 他们有读过无量寿经。 也可能听别人读过, 全做到了。 所以, 我劝导大家, 我们修净土, 要依他做朋友。 他有圆满的修德。 修德跟信德相应。 那就是极乐的灯气。 他在苏婆世界, 跟在极乐世界, 没有两样。 苏婆世界, 这一切法, 他丝毫都不沾染。 也就是, 没有一桩事情, 他放在心上。 他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妄想, 没有残念。 这是我们隐瞒学的。 他统统放下了。 我们的麻烦, 就是没放下。 放下就跟他一样。 就像他那么样的自在, 那么样的潇洒, 那么样的快乐, 花析充满了。 那么下面以下, 即如来自食其赞叹之苦。 佛为什么这么欢喜? 赞叹他的情法。 说, 如为爱民, 利药注重生苦, 能问如是为妙之意。 大爱民, 是大悲心。 看到众生苦啊。 特别是我们现前的学会。 今天的地球。 学会混乱。 地球上的灾变很多。 生活在这个时代, 苦不堪言。 怎样利苦。 怎样得落。 那么这一步禁, 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 利苦得落的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你要是真心, 真愿往生, 你决定得成就。 那, 善道大师赞叹这个方法,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留。 那么在现在, 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很少。 什么原因? 我们没有真正把烦恼放下。 没有真正一向专念。 甚至, 我们还有怀疑。 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 这就错了。 大错大错。 啊, 一定要放下完学。 一向专念。 脱力六道轮回, 是历旧尽苦。 一切苦永远断掉了。 往生极乐世界是得旧尽乐。 能不去吗? 那, 所以, 哀闻呢, 是悲心拔苦。 利落呢, 是慈心愈乐。 这是大慈悲心。 往生极乐世界是愈乐。 离开六道轮回是拔苦。 佛赞阿南无尽, 如今, 愿拔一切众生苦, 与一切众生乐, 耐能问如实之言。 你今天这一问呢, 这个意义, 多大, 多深。 也是无量界难逢的一桩大闪寺。 阿南遇到了, 机会掌握了, 没有坑过。 微妙, 法题优学归为, 法题就是自信。 万法的本体, 优学, 是我们看不见, 听不到。 它非常微妙。 它是真正存在的。 惠南大司开悟的时候, 鸣心见信。 它体会到了。 发题是怎样的优选呢? 是怎样微妙呢? 能大司为我们很简单的说了二十个字。 那第一句话它说,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从来没有任务。 自信就是真心, 就是万法的本体。 它是清净的。 第二句呢, 它不生不灭。 跟宇宙之间一切法不一样。 一切法都是生灭法, 只有它, 它不是生灭法。 它没有生灭。 第三句, 它本自居住。 居住什么? 居住一切法, 圆满居住。 你要问居住这什么东西? 莫乎一句话说出来了。 能生万法, 就是说它居住万法, 居住全宇宙一切法。 那自信由于淫现, 两方面。 遇到缘, 它现, 现就是万法, 就是整个宇宙。 没有缘, 它就隐藏起来, 它就不现了。 不现不是灭, 现出来不是生, 它没有生灭。 为什么有现有不现呢? 有缘分。 遇到缘, 它就行, 没有缘, 它就不现。 所以用, 微妙两字来形容。 微, 微是很难理解。 幼是说它的幼用能生万法。 虽生万法呢, 万法不是人的, 是虚妄的。 就像梦幻泡淫一样。 精干精神似的好, 如梦幻泡淫。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啊。 那这个里下面的解释, 微妙。 阿南僧哲今天这一问, 让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利益究竟苦, 给予一切众生究竟路, 那就是劝导大家, 幸运之民求生纪录。 那所以, 能问如实之意。 如实之意, 就是这部经中所说的。 那底下说。 发之本体, 诱生玄妙啊。 非语言分别所能知, 是说不出的。 为证方知。 诸佛如来, 确底明了, 他也说不出。 一定要你自己去证。 怎么证?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就证得了。 生到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这一种, 微妙 其用 完全通达 明了。 所以叫微妙。 这个问的功德, 下面用比喻来说。 那语文超神, 无比的殊胜, 我们看经文, 如今四问, 你这一问, 甚于供养, 一天下阿罗汉, 批之佛。 这个不得了我。 这一天下是什么意思? 我们把这个文念完。 我们把这个文念完。 这一步经, 阿难问的功德, 如心上所说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这个说听的功德, 这个说听的功德, 这一天下之一。 四天下之, 其住于须米山四方的四大洲。 南战布洲, 就是地球。 东圣神主, 西流祸主, 白玉弹主。 故知, 一天下就是一大洲。 在此地, 我们可以直接解释, 就是这个地球。 那一天下就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上有不少的阿罗汉 P之父 那地球是凡圣同居土 他们多半住在高山 人籍不到的地方 有些住在海岛 他们来去自由 没有障碍 六种神通居足 他不需要交通工具 他有神足通 那么这些阿罗汉P之父 住在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这些圣贤住在世界 地球人造这么重的罪业 这地球早就毁灭掉了 造作罪业的人 沾阿罗汉P之父的光 这地球还存在 那么供养一尊阿罗汉 所得的佛宝 都趁说不尽 你供养在整个地球上 所住的阿罗汉P之父 这个功德很得了 这是居神人 下面再说凡人 不识内戒 不识短时间 很长的时间 不识对象是哪些呢 是诸天人命 天二十八成天 加上人道 这就是人天两道 数目字太大了 人道不多 地球上居住的人 七十多亿 可是 欲界六成天 四界十八成天 五四界还有四成天 二十八成天加起来 那个天中的数字 可就大了 再加上出生道 云飞软动是出生道 功德 真正不可思 佛在四界告诉我们 百千万倍 比所说的这个功德 还要加上一个百千万倍 我们在人间将修佛 修大佛的 到哪里修 到佛门里头来修啊 怎么个修法 依照这部今天所说的 真感 怎么干法 你在早晚 恭恭敬敬 将这一部经 从头到尾念一遍 一个字没念错 一句没念漏掉 你的功德就是 百千万倍 真的吗 真的 没有这么多的功德 没有这么大的功德 你凭什么 我说 道理就在此地啊 养成习惯了 一天念两遍 还有人专念这个经 这是他有佛报 有佛报 他有时间 一天能念十遍 这一步经 一般念的话 念一遍大概一个小时 念得很熟 差不多四十分钟 开头念 可能念一遍两小时 念上半年了 一个小时就够了 要有恒心 要有毅力 要不中断 啊 说得到我 不是说不到我 这是修极 真实功德了 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你 脱离留到轮回 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 能不干吗 年岁大了 七老八十了 身体摔了 年轻困难了 有方法 停 那我们这个学会 提供 读诵的 光体 有读诵的 随身体 这就方便 读经速度的 我看到我们有三种 有四十分钟 有一个小时的 有一个半小时的 啊 所以 你唤醒哪一种速度 你就学哪一种 都听这个是 极功累得了 少打妄想啊 少就咋念啊 把自己的亲近心 念出来 平等心 念出来 你就会开悟了 像海鲜老和尚一样 啊 这个人 大彻大悟 明心 尽心 有这种功夫 将来往生 生十包 转眼图 那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是这一段 最重要的意思 我给诸位 说清楚 说明白了 啊 要记住 要正看 啊 我们再看 第364年 第一句 回顾 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功德 这是借着前面说的 啊 有人听到怀疑啊 世尊在此地 为我们解释 啊 当来 祝天人民 当然是将来啊 就是指 我们现在 释迦牟尼佛 讲这部件 在三千年前 讲的 那 祝天人民 我们在人道 一切寒明 出身道 借阳如问 而得 多苦啊 啊 年老的主节 我们把它念一篇 该 当来 祝天人民 一切寒明 借阴如问 而得 多苦 这是经文 寒明 只寒有 灵性 这 中生 啊 出身道 木轨道 地狱道 都是寒明 中生 全爆料啊 啊 汉语的本子说 啊 呢 今 祝天 帝王 人民 祝天 二十八成天 帝王 人民 是人道 一切寒明 是六道 全都 包括了 戒阴如问 而得 多多 阿难 这一问 释迦牟尼佛 说出 这步经 这步经 能度 六道 一切 众生 啊 你看到 一切众生 可怜的时候 受苦 受难的时候 你就念 这步经 给它听 它特殊用 不能念这步经 就念阿弥陀佛 念名号 给它听 管用 非常管用 啊 我们看 海贤老后生 一段 故事 他曾经 在悬 也俏皮 扬长 小道 遇到一只狼 那这个 这个时候 碰到了 逃命 也逃不掉 老火上 身心 殷酷 如果是冤家 债主 碰到了 该被它吃了 就给它吃了算了 跑也跑不掉了 你 阿弥陀佛 啊 没想到 这个狼 咬着它的裤脚 把它拖到一个山洞里头 狼屋 阿 看到一只魔狼 身蝉 遇到困难的时候 好像快要死了 躺在那里 啊 老火上心里明白了 这个狼是来求救的 啊 他就坐在旁边 闭住眼睛 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念了十几分钟 这个狼 醒过来了 啊 蝉了 无知小狼 啊 这个老狼 对他又是鞠躬又是腰尾巴 感谢他 啊 他对这个狼开始 说你要 多做一点好事 少做一点坏事 来三 到佛道 不要到畜生道来 啊 做佛多好 啊 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 回来 在这个地方 又碰到狼 啊 那个狼 不想在哪里 找了一块 野蜂蜜 啊 放在他面前 摇头摆尾 来报恩 送礼 啊 所以他告诉他的同 这个同餐道友们说 你看 出生都知道 出生都知道报恩 啊 人 忘恩 付义的 多我 出生 懂得 报恩 啊 这就是 这一句佛号 能度众生 啊 能度出生 出生有灵性 他知道老和尚有修行 老和尚有道德 啊 他能救了个母郎 这是我们要学 我们遇到小种 啊 蚂蚁 要念佛 供养他 劝他 不要再做出生到了 念佛到极乐世界 多好 啊 我们这用真心 来劝勉 他有感觉 他能看到 啊 遇到一切众生 都是有怨人 不能空过 那么 阿南这些问 盖因此问而映出 凡身 洗手 这几句话要注意到 净土放门 凡身 洗手 凡是六道凡夫 甚至到等级菩萨 啊 从出国许多话 到等级菩萨 平等的度 这还得了吗 利顿 利顿 西匹 根性利的 大聪明人 顿根是比较愚钝的人 他虽然不懂 不知道 但是 但是他肯定 上古楼将 这类的人 他知道人间苦 他历苦了个心 非常恳切 所以 所以这一句佛号 就起很大的作用 啊 念了三年 真的 跟阿弥陀佛 起了感应 啊 念佛的人 功夫 到一定的程度 佛 就来 实现 那 他就看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定告诉他 你还有多长的寿命 等你寿命到的时候 我来接予你 那 有一等人 对这个世界 没有留念 见到阿弥陀佛 他就不放手 求阿弥陀佛 现在带我走 我的寿命不要了 啊 弥陀慈悲 没有不答应 尤其是 习其重的 造业深的 佛知道 这个意念心 很难得 啊 如果也不度他 将来以后的再造 我业 很难度 只要他愿意 佛一定会带他去 这个例子 太多太多了 啊 海贤老和尚 我相信他第一次见佛 一定是在二十多岁 不到三十岁 他就见到阿弥陀佛 我相信他也请阿弥陀佛 带他走 阿弥陀佛不带他去 啊 什么原因呢 他自己说出来了 他说阿弥陀佛 说他修得不错 修得很好 可以给别人做好榜样 叫他多住几年 所以他的寿命 何那么长 不是他自己本有的 他自己本有的寿命 我们一般想 也不过是七老八十 你看他四弟 八十二岁 他母亲八十六岁 也就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活到一百一十二岁 等这本书 我们今天遭遇的困难太大了 他来给我们做证 所以这本书的时候 他拉在书上 这是他最后的做证传 不要折个法了 这个法一表 就他看的这本书 喜欢得不得了 为什么 阿弥陀佛带他走了 那不再拖延时间了 这本书没有遇到的时候 不行 阿弥陀佛就叫他 你要等 再等你啊 所以 他是有任务来的 他在这个世界 苦不苦呢 不苦 为什么不苦 他不受苦啊 我们这里苦是受接受啊 人家一骂你气了好几天 气都笑不掉 为什么你接受 人家骂海鲜老婆上 他没放在心上 骂完了 人走了 他满面笑容 不放在心上嘛 没有苦路 他那个路是真路 是发息充满 他对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缘 统统放下了 亲情没有了 父母不在了 兄弟姐妹也不在了 他是他们家一家人 最后一个走的 没有亲情 没有累赘 多么潇洒 多么自在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那么这个法门 横潮三界 是从人道 直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不比天上人间 阿罗汉还要七次往来 那是树潮啊 这个法门是横潮啊 树潮三界 时间长了 要通过二十八成天 再通过四身法界 才能够往生到 是横潮三界 是横潮三界 那做阿维越之菩萨 那么净土法门 从人间 直接就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接引 到极乐世界 就做阿维越之菩萨 净是进路啊 快速通道啊 到极乐世界 就震得了司徒 极光净土 同居净土 方便净土 时报净土 一震一切震 所以祝福同赞 经论共知 这两句话很重要 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赞叹 舍风三世 一切祝福 没有一个不赞叹 净土 大小陈金论 大小陈金论 无不介绍 这个法门 那这个法门太受伤了 叶晨了意 叶晨 是晨福的法门 叫叶晨 晨菩萨的法门 叫大臣 臣小陈的法门 叫声闻 远救 那释迦牟尼佛 一身所说的法 叶晨晨 只有三部 华语 法画 凡王 叶晨菩 那这部经 是叶晨菩里头 究竟了意的 叶晨菩 还在他们之上 那我们在华言 法画 明显看出 法画经上 龙女八岁成佛 是念佛 正佛的 花言精生 善财同子 五十三残 洗淫世出 一尘了意 啊 这五十三位善知识 第一位善知识 得云比丘 修什么法文 博诸三昧 博诸三昧是什么法文 得云比丘 给善财同子 说法 说二十一种法文 念佛法文 二十一种 二十一是标法 是密宗的大圆满 也就是 一切诸佛所说 一尘尽 这个法文 是属于一尘了意 真的一尘了意 到最后一门 第五十三次 普贤菩萨 舍大愿望 倒戈结落 这说明什么 善财同子 修什么法文 修念佛法文 修的是一尘了意 自食至宗 没有改变 当中参访善知识 是陈秀 圆满的厚得知 不是学一样 真的去学了 那就错了 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 什么法文 都去听 都去学 还是念佛 没有改变念佛 不但没有改变念佛 他圆满了念佛法文 让念佛法文 总统设一切法文 这个意思 那善财 才参访 学这个法文 就 学那个法文 学的那么多 那不是学糊涂了 哪有这种道理 学一切法文 一切法文 华言说是 万法归 一切万法 就是一切识都 多切识 一切法都归这一法 归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归这一法 这一法呢 同是一切法 要懂这个道理 不懂这个道理 你要遵守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同时 学两门 学三门 心就散了 不能成功 二 学知识 可以 学圣衣贤 这学问 不可以 圣衣贤 学问是自信 回归自信 只有一门 门门都能回归自己 就是不能念门 同时修 八万四千法门 如是 只许学一门 一门通了 一切都通 有很多法师医生 讲很多经论 摄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讲了许许多多经历论 留下了三藏十二分教 那是什么 明信 明信 见信之后的事情 没有明信 见信之前 只准一门 这一门 就是叫你明信 见信 见信之后 就一切法门 自然通了 你可以学 法门 二 光学多门 是在 见信之后 你看四红十元的排列 第一个 众生无边 是远度 法菩提心 没有这个心 不能修复 没有这个心 你看净 看不懂 听心 听不懂 有这个心 就能听懂 就能看懂 二 一门深入 是修订 一门 无二门 用念佛这个法门 可以 海贤 用一句佛号 刘素云 居士用 一本无量手机 一天念诗笔 念了十年 神年就在一部经上 他有误处 误有小误 有大误 有车误 车误很难 但是 小误大误 很容易做到 古人的标准 不车误 收住一门 严收一门 但是 中国列代 祖师大德里面 我们看到 无论在家出家 大悟的时候 他就 涉猎 其他法门 他涉猎法门 他不妨碍 也就是 不妨碍 他的三位 他有功夫 他不受干扰 所以 他有成就 但是 这种成就 如果不是 往生 基督 成就有限 为什么呢 多半在三层菩萨 天台别教 是住 是心 是回想 多半在这个等级里头 到大车大物 民心 建讯 他才能登地 所以 云云不如 也不尽 一举封好 比不上 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带来不容易 在人神 温佛法 闻到大臣 大臣当中 闻到一臣了解 谈何容易 那这个法门 遇到要不肯输 那就是 红与大臣的话 非日 皆狂啊 这个人不是愚痴 就是狂啊 这样殊胜的法门 怎么可以当面错过 万山同归 不可思议 净土法门 这个必须要记住 这几句话 祝福同赞 经论共知 夜诚了意 万山同归 不可思议 净土法门 我为什么学这个 就是为这个 我相信这几句话 句句真实 这些话 是诸佛如来所说 说 到来一些众生 借一次法 而得独徒 顾佛 暂且功德 功德不可思议 阿难问 功德不可思 我们勤 功德不可思 阿 是一件人 喜欢做寿 我 阿 五十岁了 六十岁了 阿 要好好庆祝 阿 怎么庆祝法呢 邀请病客 或者是做很多功德 那你要问 诸授最殊胜的功德是什么 潜 法司 或者是拘司 江湖 两手锦 这个功德大了 很多人不知道 那如果时间短 我就一天 一天我请 法师 就是 讲一篇 或者是第六篇 四十八语 讲四十八语 或者是讲 二十四二十五 那是讲往生的方法 三倍往生 往生正义 二时间段里讲这个 这个功德无量无别 如果能有时间 家庭和富有的 讲七天 像做法会 七天的法会 七天可以讲二十一场 每一天 上午下午 晚上 讲二十一场 月满 这一步间 都可以 从头到尾 讲完 这功德 无比的殊胜 再能把讲言 做成光天 赠送给亲友 这功德不可思议 那么还愿一种 印尽 做受 用无量受尽 就印这个本子 你能印一万本 能印一千本 诸授 真正是无量受 如果情客杀身 那就不好了 那无量受要减分 不失加分 这是认识 佛门 怎样度众生臣佛道 把他保送到极乐世界去 就臣佛了 这一科 有三小科 第一 大悲出师 佛道人间来干什么 这一句要记住 佛教者阿难 教者阿难 下面的话就非常重要 提醒我们 要我们注意 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 敬爱三切 所以出兴御史 佛出师什么原因 就这个原因 无尽的大悲心 是自信的第一德 自信第一德是悲 第二德是慈 悲是八苦 慈是余露 慈悲心就是一般宗教里面所说 神圣神圣的爱心 神爱是 上帝爱是 真主爱是 那个爱 佛讲的详细 这个爱 有慈 有悲 不忍心 看到众生 受苦受难 悲心 希望众生 能够历苦 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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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慈性 佛家讲 慈悲 不讲爱 爱 怕人听了有误会 因为爱里头 就往往有秦职在里头 那就不好 慈悲心是 以智慧 不以秦始 比爱的意思要深 要广 我们看念了出去 无尽大悲 首先引用 谱心 行愿品书 祝福如来 以大悲心 而为铁库 佛教 佛教的教题 是什么 在这就看到了 慈悲 所以 我们最近这十几年 借出全世界的宗教 我们学习它们的经典 发现 所有宗教 都讲爱 我们看到 人 这一句是所有宗教的核心 所有宗教之体 宗教 宗教 可以团结 宗教 可以互相学习 宗教 应该回归教育 这十几年 我们做的有影响 继续努力 会有拯救 为什么 中心的核心理念 完全相同 没有矛盾 基本的戒律 也完全相同 那 佛家讲 五界色彩 这个色调 其他宗教 今天里头 都有 所以 理念跟行为 都能获得起来 宗教是一家了 宗教团结是一家 宗教之间的矛盾 纠纷 误会 统统可以 化解了 宗教 冲突 永远 不会再发生 这是一段 好思考 宗教 本身 矛盾 不能化解 给社会 带来很大的麻烦 甚至又带来灾难 那 这个化解 真正带给众生 幸福 帮助众生 离苦的路 又 还是普贤品 行愿品的话 一大杯水 饶意众生 再能成就 祝福 菩萨 智慧 化骨 无论 在家 出家的同修 这一句话 要记住 为什么 我们 喜求 祝福 菩萨 智慧 化骨 我们 我们求不到 为什么求不到 我们天天 磕头 念佛 松茧 祈祷 没用 这里讲得很清楚 要以 大杯水 饶意众生 水是碧雨 就是以 大慈悲心 对待众生 你才能成就 祝福如来的 智慧 化骨 化骨是讲 地位 那 人教 出诸 以上 是诸 是行 是回想 是地 单求 四十亿个位置 是菩萨的 智慧化骨 别教 要从出地 算起 出地 成名 新鲜性 智慧开了 从出地 到实地 到等求 是一个位置 那么 它的等求 相当于 语言教 的 出行为的菩萨 别教 出地 等于 原教 出诸 所以它的等求 是出行为的菩萨 这是化骨 完全 是以 慈悲为 根本 没有 慈悲心 怎么 行 那我们 今天 有没有 慈悲心 真的 没有 学父 出家 多年 还没有 放下 自私自利 没 持戒 连三规 都没有 三规 是我们 修佛人 这也是 无论 在家 出家 修学 最高的 指导 原则 要念 念不忘 早年 我在 张家大师 坐下 守着 三规 大师 告诉 这个 三规 就像 一张 火车票 他用 比喻 告诉 你从高 去 从台北 到高 你上 火车 要拿 这张票 时时 放在身上 为什么 随时 有人来检查 到站的时候 还要送回去 三规 在佛教里 就起这个作用 你受三规 之后 一生 念念 都不能够离开 你修什么 修自行 就是 归一佛 修自行 正 就是 归法 修自行 静 就是 归神 觉 正 静 我 起心动念 是不是 觉 正 静 我 言语造作 是不是 觉 正 静 是 觉 正 静 你 真的 在 修复 如果 是 明昔人 你是 假 修复 不是 真 修复 那 居而不眠 你是 迷而不居 那 迷而不居 怎么办 送进 天津 是 绝而不明 我这一天 没有 途径 齐心动念 一篇什么 还是 依自己的 烦恼息 这就错了 我 觉 没有了 那 归一 法 法是 经典 经典 说什么 经典 是 正 知 正 见 我们 一阵 知 真 见 就是 一法 就 归一法 三十六根 清净 一辰 不然 归一 自信 三宝 现在都把它 归一忍了 归一佛 你一束 莫掉的佛像 归一法 是经典 归一生 我一郎 某一个法师 完了 完了 全完了 啊 那是 住持三宝 住持三宝的作用 是提醒你 换一句话说 看到佛像 就想到 自信旧 看到经书 就想到自信正 看到出家人 就想到自信清净 这三样东西 时时刻刻在提醒你 啊 果然 念念 玻璃学真见 你真得回头了 你什么 从谜 回头 就是旧 从邪之邪见 回过头 就是真 从一些染物 回过头来 就是见 你说这个多重要 那我们现在 在学习之前 我们念一遍 三皈依 就是 皈依旧 皈依正 皈依见 就这个意思 啊 这是去年 我在斯里兰卡讲经 那一边的法师 提供 啊 我们过去是 大臣教里 都用开经纪 啊 用三皈依 比开经纪 更好 我接受了 显示 三皈依的重要 啊 离开三皈 佛法就没有了 啊 从三皈 才建立 建律 啊 我们 近中 同学 所奉行 最高指导 原子 是 今夜三皈 啊 今夜三皈 一开头 扎根 教育 如实到这三个根 啊 第一个根 是 效仰 父母 奉仕 四掌 怎么落实 弟子规 落实 你不学弟子规 这一条就没有 啊 第三句 慈心不杀 最后一句 修实善意 慈心不杀 落实在太上干一面 修实善意 这三样东西没有认真修 你没根 你怎么能持久 啊 种书 没根 那是什么 盆栽 花瓶里面就花了 两三天就谢了 根深蒂固 这才是无量寿之道啊 没有根拿来的无量寿 啊 所以 从这三个根里头 培养 慈悲 我们才会有成就啊 佛法要先从哪里先 从三个根先 没有三个根就不可能有佛法 再努力都是往人 那 所以传统文化 一定要叫孝 要叫敬 孝亲 尊师 中国文化 可以从根本 兴旺起来 如果不孝父母 不禁四掌 醒不起来 肯定 醒不起来 那 学会要重视 扎根教育 然后才能有花果 大慈大悲 好像是水一样 水要叫根 水浇在花果上 未用处啊 无尽 就是 行愿评里面说 无有穷尽 如来 以无有穷尽的 大悲心 对准了三界 三界就是六道轮回 一界 四界 五四界 这个离子的人 最苦 所以如来 以无有穷尽的 大悲心 那 黎明 精爱就是 连续 黎明 三界 欲界 四界 五四界 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灵人的重神 阿 佛为 悲鸣 三界之 一切重神 所以出现于世 此正 正表明 如来出现世界之崩坏 崩坏 就是心愿 它内心的愿望 愿望是什么 帮助这些众生 利苦的路 利苦要利究竟苦 离开轮回 离开轮回 叫利究竟苦 永远再不受苦 叫利究竟苦 生到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 就得救经路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都是从这个崩坏流出来的 但是这些法门里头 有一个特别的法门 就是 幸运之民 求生 净土 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 这个法门 男女老少 嫌与不孝 上从 灯救菩萨 下到地狱中身 只要你心愿 痴迷 没有一个不拯救的 他太殊胜了 太微妙了 四 这么简单 离 无比的深奥 前面讲的 微妙啊 微妙到极处啊 深奥 什么人 能搞清楚 搞明白 世尊在经上说 为佛与佛 佛能就尽 把尽宗的理 搞清楚 搞明白 要什么人 臣服 臣服就知道了 等着菩萨 还不行 等着菩萨 对这种事情 犹如 各楼 管进 我们这里 好像有个罗杉 那个罗杉 这是中国古时候 的罗杉 我们各种 看电视 看的能看 看能看到 不很清楚 古时候 这是最细的 那么这个罗杉 放在我们这个经书上 字都能看得见 等着菩萨 对净途道理明了的 就像这个样子 诸佛如来 完全看清楚了 完全明白了 所以 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要讲清楚 讲明白 佛只有对佛如 行 佛对菩萨讲 讲不清楚 佛对阿罗汉讲 更不清楚 那对一切众生 不必说了 只把苦落 跟你讲清楚 这个世界 有哪些苦 极乐世界 有哪些落 这是非常粗些 容易明白 这讲者 你听了之后 欢喜 为什么 我在这个世界 真受苦 同学们年轻的 身老病死苦 没有感觉到 六十岁以上 就有老苦 病苦 渐渐 会想到 死苦 要把这个世界 看破 这个世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一读佛经 能把这个世界 讲清楚 讲明白 现在的量子理学家 有一部分 受到佛经上的问题了 比如 物质 这种事情 物质到底是什么 精神到底是什么 追根 究底 物质 这个谜 被解破了 精神就是念头 念头是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 物质知道 物质知道了 物质是假的 搞到最到最后 才知道 物质是空的 从哪里来的呢 从念头产生 物质现象 从念头产生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舍有心神 相有心神 一切法从心向神 你看 释迦王力佛 三千年前 说出来的 近代这二十年 量子理学家 才发现 跟三千年前 佛说出来的 一模一样 他不能不配佛 佛用什么方法 知道的 知道的那么详细 佛用内功 科学是用外面的仪器 用素学来推算 再用仪器就观察 佛法用内功 用禅定 那 很深的禅定 禅定的等级 花言间 分菩萨界位 五十亿个等级 这五十亿个等级 怎么分的 从禅定 功夫上分的 欲望上去 禅定 功夫 越深 那么宇宙的奥秘 像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这宇宙奥秘 没人知道的 佛知道 佛说 能了解四十真相 八地一生 那菩萨最高的等级 最上面的五个等级 八地 九地 十地 等级 妙级 这五个位置上 统统解读 那么七地一下 就像了 格鲁王约 那他看到了 不十分清楚 这地上不上 登地了 从初地到七地 不很清楚 八地以上 清楚 我们要知道 佛法不是假的 佛法不是叫你 听佛说了就算数 不算 这不算的 什么就算 你依照佛所说的 你去做 你去修 持戒 修定 等到你到 出地了 你就仿佛看到了 到拔地了 就很清楚地看到了 所以 佛法讲 正 正德才是你自己的 觉悟不行 要正悟 觉悟都不算是你自己的 正悟算你自己的 所以佛法讲过去 拿正去来 你自己没有正德 我听说的 听说不算数 一定要正德 一般听见的人 听了一辈子 也能讲 讲得天花乱坠 也能写作 著作等身 怎么样的 没有破迷惑 见死烦恼都在 那这是什么 这个叫 现代的名词叫 佛修家 研究佛学的修理 那佛法真实立业 他一点都没得到 必须要正 最小的 最低的 你要正德 修道华 小乘出骨 大乘出性位的菩萨 你得受用 自性里头 本来具备的六种神童 出骨 出性位 就恢复两样 天耳 天眼 你有这个能力 别人看不到的 你能看到 别人听不到的 你能听到 如果再提升一级 真得二苦 又恢复两样 他心痛 虚命痛 他心痛 别人心里想什么 你知道 虚命痛 自己过去生 再过去生 阿罗汉能知道五百事 过去五百事 他都知道 这就是真正的受用 阿罗汉的六千度 三国圣人的 神祖童 神祖童 分形变化 西游记 圣悟空 七十二变 那是神祖童 阿罗汉 就救救了 一个结尾 不一样 智慧 得能神通光大 不可思议 科学家 没办法 他不知道 他能够用科学仪器 观察到 微种子 观察到 微种子急迫 物质现象消失掉 观察到这种现象 是从念头 波动产生 他能有这个知识 他得不到受用 不像佛法 佛法真能的受用 佛出世的崩坏 我们要知道 末后 引用法画经善一句话说 祝福世存 唯一一页大肆应援出现于世 这个大肆应援是什么 世尊所谓之大肆应援 即宣说 弥陀愿力 普渡众生 这一句 是华年族 老菊斯说的 说得非常好 说得妙计了 确实就是为这个 今天 我们可以断耳厌止 一切法门 都渡不了众生 能渡僧臣佛道 就这一门 这一门 也不相信 你无路可走 所以 黄年族这句话 是真话 不是假话 不是夸杂 是四世真相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